在整个明朝十六个皇帝中,在位时间最短的不是明仁宗朱高赤,而是明朝的倒数第三个皇帝,明光宗朱长洛,甚至因为他在位时间太短,导致人们总是忽略了他。 明仁宗朱高赤好歹还在位了十个多月呢,但是朱长洛在位时间连一个月都不到,其中还有半个月基本都在生病,所以根本来不及去施展什么明军报复。 然而朱长洛登基一个月就驾崩,其实是有迹可循的,他继位之前和之后的种种处境和做法都能佐证朱长洛即使不当皇帝也活不了多久。 那他在位期间的这一个月间,到底做了些什么作死的事,才会导致这么急匆匆的就把自己送去见了阎王爷呢? 其实朱长洛短命在登基之前就是已经基本注定的事,毕竟一个从小就生活在重重压力之下的人, 不管是身体还是心理健康,绝对都有很大问题。 朱长洛就是这样一个人,别看他是个皇子,但是皇子也是有着三六九等的,人们通常认为古代皇妃母平子贵,但母亲也要有身份地位才有贵的资格。 像朱长洛的母亲王氏这样,出身于宫女又不受宠的后妃,连在身宫自保都是件难事,更别说为儿子谋求地位了,简直是异想天开。 王氏原本是名神宗朱义军的母亲李太后宫里的一名宫女,万历九年的时候,万历皇帝意外临姓了王氏,而王氏经过这一次临姓竟然真的怀孕了。 万历起初还因为王氏身份低贱,不想认她和这个孩子,但是李太后想要孙子,因此在李太后的坚持下,最终还是将王氏收进了后宫并侧封为妃,而王氏的肚子也很争气。 在奉妃第二年,就为万历生下了张子朱长骆,也幸亏生的是个儿子,不然王氏很有可能和孩子都活不下来,因为生母身份低贱,所以朱长骆即使是皇张子也非常不受宠,在宫里的处境也极为艰难。 这其中的原因和万历皇帝宠爱郑贵妃有着直接关系,郑贵妃是万历最宠爱的一个妃子,她先后为万历生下了皇子子和皇三子,但是二儿子不幸夭折,只有老三朱长寻活了下来。 万历宠爱她,因此就想将朱长骆立为太子,但是群臣不答应,毕竟宗法制规定立敌立长,在万历没有敌张子的情况下,张子朱长骆才是最合适的太子人选。 但是群臣众口悠悠,万历赌不上大臣们的嘴,因此只能妥协将长子朱长骆立为太子,但是仍旧偏心扶王朱长勋,时刻都想改立太子。 身处于这样的处境,朱长骆当然长时间都处于战战兢兢的状态,一方面是担心自己的性命,毕竟自己只是个不受宠的皇子,就算被害死了也没人在意。 另一方面,朱长骆还很担心自己的地位被剥夺,他只有当太子的时候才有一点安全性,如果不当太子了,更是会被害得死无葬身之地。 即使是这样,朱长骆还是逃不过被郑贵妃的势力暗算的命,千难万显地活了三十多年,万历四十三年的时候还是发生了一个震惊朝野的挺机案。 朱长骆在自己的宫里安安分分住着的时候,突然闯进来了一个男子,拿着木棍见人就打, 虽然最终被制服,但差点就被他闯进朱长骆屋里了。 经过审问之后,这期挺机案毫不意外地和郑贵妃有关,可见在万历到了晚年的时候,郑贵妃也坐不住了。 想方设法想要将朱长骆除掉,让自己儿子上位。 但是万历因为偏爱郑贵妃,竟然不愿意深究这么大的案件,这时匆匆杀了凶手,让郑贵妃跪拜太子道歉就了事了。 但是朱长骆受到的惊吓可不小,对郑贵妃更加畏惧, 即使郑贵妃跪拜她,她也不敢受,反而反过来回败郑贵妃,最终还是郑贵妃占了上风。 但是好在这时候,朱长骆也快熬出头了。 五年之后,万历皇帝于万历四十八年驾崩,于是太子朱长骆顺理成章就继承了皇位。 当了皇帝后,朱长骆相当历经图治,甚至可以说萧依干事的工作,全身心投入到了治国理政当中。 一方面是因为她被轻视了太久,给予证明自己。 而另一方面就是万历的错了。 万历在位期间连续几十年不上朝,很多政务都被堆积了起来。 而朱长骆又想当个好皇帝,就导致朱长骆的工作异常繁重。 这样繁重的工作强度对于普通人都是相当伤身体的。 对朱长骆这样,常年抑郁寡欢的心理和身体条件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所以朱长骆之后病倒,一点都不奇怪。 何况朱长骆白天勤勤恳恳干活,晚上也没和后妃们闲着。 文献记载,即登基,贵妃进美女师弟,为十日,弟患病。 也就是说朱长骆刚登基,郑贵妃就给她送了一群美女服侍她。 之后十天不到,朱长骆就病倒了。 这时候,郑贵妃意改从前对朱长骆的态度上赶着八戒新皇帝。 其实有两个目的,首先,十时务者为俊杰,朱长骆当太子的时候, 常年累月被郑贵妃肆意欺压,阴险手段都用到朱长骆身上。 郑贵妃也害怕朱长骆当了皇帝之后,会反过来追究这件事, 因此趁机献个殷勤。 其次,这么多年间,郑贵妃也知道朱长骆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 因此干脆假意表忠心,实际下一剂猛药, 通过美色直接掏空朱长骆的身体。 不得不说,郑贵妃的计划相当顺利, 朱长骆因为常年抑郁难解,所以性格阴柔温吞, 换句话说就是没点男人血净,因此他也很想证明自己的。 于是在得到了这群美女之后,朱长骆就夜夜升哥, 再加上白天高强度的工作和压力, 直接就在短短十天内将朱长骆的身体掏空了,一兵不起。 但是这还不算完,朱长骆躁踏自己身体相当有益手, 在重病难医的情况下,朱长骆开始病急万投医, 不管有什么神药都要拿来试一试, 他一开始试的是太监供上来的大黄药, 然而这大黄药实际上是蟹药, 朱长骆吃了之后原本就虚弱的身体, 因为腹泻更加虚弱了。 这时候他又听说一个叫红丸的神药不仅能治病救人, 更神奇的是甚至能让人起死回生, 甚至长生不老。 于是朱长骆二话不说就吃了这个红丸, 结果令人们震惊,这红丸竟然真的生效了, 朱长骆服用之后迅速好了起来, 和普通人一样健康。 然而实际上, 这个表现就代表着朱长骆已经没救了, 因为那红丸实际上就是添加了大量的朱砂才是红色的, 而朱砂对人体又有剧毒, 朱长骆这其实是因为病毒高荒之后回光返照才表现的健康。 果不其然, 朱长骆仅仅活蹦乱跳了几天就再次病倒了, 并且这一次肉眼可见的要是无一, 于是朱长骆又要离个红丸想要救自己, 但朱长骆的挣扎只不过是毒上加毒罢了, 反而加速了他的死亡, 因此第二次服用红丸之后, 朱长骆没过几天就暴毙而亡了。 这时距离朱长骆登基才过了仅仅不到一个月, 他当太子熬了三十多年, 好不容易摇出头, 却仅仅享受了十多天当皇帝的好日子, 可以说相当悲剧了。 其实整体来看, 朱长骆短暂的一生都是痛苦和折磨的。 从幼年到继承皇位之前, 一直都是担惊受怕, 时刻提防坏人的案件。 当了皇帝之后, 本以为苦尽甘来, 可以放下心来, 却还是难逃郑贵妃的毒计, 早早地丢掉了性命。 这也告诉我们, 每点心机和手段, 在皇城里是很难生存下来的, 哪怕侥幸生存下来, 也得打起精神, 放着周围一切的人。 不读使无以明智, 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一起在历史中进步。